俄文 USA Trebay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上级塞尔提克前锋海沃德 Garden Howard 与俄文 Leary Iving 基因商缺战 对此绿山军总管安吉 Danny Ainge 向ESPN表示 两人的复原进度良好 预计下周回到波士顿与队友一起进行训练 安吉表示 海沃德 俄文复原进度良好 我不想夸大其词 但我必须说 如果我们的训练营今天开始 现在他们也会用光速到达这里 海沃德与俄文有望在开幕战就能上场 请继续往下阅读 安吉接住说 预计在下周或是美国劳动节结束 他们便会回到波士顿与队友进行五对五的训练 如果海沃德与俄文 没有下场 我才也只是因为伤势 刚复原必须再适应一下环境 但现在他们已经能做很多事 像是扣篮 一对一防守 切入等 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上级海沃德在开幕战便因脚踝90度翻船宣告整级报销 厄文则因膝盖手术 未在季后赛登场 不过在缺少两主力的情况下 塞尔提克仍以东区第二的亮眼成绩作收 2018-19赛季将展开 塞尔提克首场将强碰76人 两人如期回归会有什么表现 势必也会引起球迷讨论 海沃德开幕战因伤报销 美联社